周王领着笔杆参观露台 把这位笔杆丞相给闹的呀 真是哭笑不得 怎么呢 我五十八夜进宫干嘛来了 有大事啊 来向皇帝禀奏啊 江子牙在西齐拜相啊 这对朝廷是多大的威胁 可他好 这赵王啊 草草看了两眼那本章 往旁边一放 正巧 又费重游魂在场 让这俩人这么一给解释 说这江子牙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西文王鸡肠拜他为相啊 就是眼前这么个热闹事 不用往心里去 那个西齐主啊 胡罗巴都 拜这么一个算卦的当丞相 证何盘 万岁不用往心里去 周王也没拿这事当回事 说得对啊 等以后有时间呢 我再向鸡昌问罪 走吧 上路台您看看吧 今天进宫了 哎呀 没办法呀 虽然比安丞相论辈分 那是周王天子的亲叔叔 但是叔叔也不行啊 他大不过君臣之礼啊 毕竟他是皇帝 自己是个宰相 那么就得跟着这皇上 登台一棍 不上这个路台呀 所以等上路台来 比安这一看啊 哎呀 当时的眼泪下来了 说这么漂亮 这么豪华的一座路台 比安丞相看着看着 怎么哭了呢 比安心里在想 这叫什么路台 这根本不是土木之工 这简直是用金银珠宝 弃起来的这么一座台 就这座台 还不得把国库 花个一干二净啊 国库那点钱 根本就造不起这座台来 只有向民间 向百姓身上去搜挂 比安之所以哭 他是哭这些老百姓 为造这座台呀 那不知刮来多少民纸民膏啊 你看这路台 好像一座华堂 修得多么漂亮 可是不知道啊 害死了多少冤魂驱鬼呀 所以比安掉泪 周王瞅瞅这儿 看看那儿兴高采烈 一回头他要跟比安说话 黄叔 黄叔 你怎么了 他看比安一个劲擦眼睛 比安哪 强大精神 万岁 臣老了 看什么东西 看什么东西也有点祸 看得时间一长啊 这牧力就不行了 所以啊 我有点毛病 要迎风流泪呀 几句话给折过去了 那你让比安说什么呀 这句话说的周王倒笑了 他乐什么 迎风流泪 黄叔啊 此言差异 怎么 你看看这路台 啊 这是多么漂亮 多么豪华呀 人们都说呀 说天上 那天宫最美 寡人 没看见过 不过今天 我看我这座路台呀 哎 就是用天宫来换 寡人也不换给他呀 黄叔你说对不对呀 比干不住的点头啊 参观了一层 比干就再也不想参观了 因为这路台呀 是三层 三层九丈高 感情这里边 还有许许多多的滑活呢 还有不少的新奇的宝物 周王都想看看 比干没这心思了 哎 他见费重游魂 这俩在天子左右一站 兴致勃勃 啊 越看哪 越精神 越看越爱看 督造路台的虫猴虎 和皇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哎 他在偷偷观察 周王的表情 哎 周王 要是这么一乐 那虫猴虎就满脸开花呀 比干 看坑这君臣 再看坑这路台 老头越看越生气 他跟周王告假了 说是老陈头有点迷糊 我得回去休息片刻 哎 请万岁恩准 周王一看啊 皇叔年纪大了啊 可能啊 这觉也没睡好 你看看 见了边关这么一份本章 就把你集成这个样子 皇叔不必如此 以后不管从哪州哪府哪县 任何边关打进来的告级文书 和奏章 你呀 爱看就看两眼 不爱看呢 往桌子上一放 哪天进宫来 想起来 就带进来让寡人 看看就行了 比干这个气啊 心说这都是皇上说的话嘛 啊 你还像个皇帝吗 他抬起头来瞅了周王这么一眼 什么也没说 老头回府了 哎 到了府里天也亮了 简单呢 吃了点早点 衣服也没脱 朝服也没换 一头就躺在那儿 躺在那儿就病了 哎哟 把府里的人哪 都吓坏了 说昨夜丞相进宫 回来之后 一句话也不说 吃了口东西 连衣服都没换 就躺在床上 谁也不敢惊动 大家不知道啊 比干丞相这是怎么了 成相气病了 比干气病了 周王根本不知道 周王啊 一宿没睡 他领着肺中牛魂和虫口虎 摆在露台坑干嘛咱看了个遍 是越看越高兴 人得喜事精神爽 这一爽啊 哎 周王也不困了 当即是重赏了他身边的这三位爱臣 崇侯虎家费重游魂 尤其是崇侯虎 这功劳太大了 啊 今日重赏不算啊 日后寡人还有家风于你 和这几个呀磕头谢恩 乐颠颠的离开了宫廷 把他这几个大臣打发走了 周王跟达基商量 商量什么呀 他记得达基啊 在提议造这个露台 从画图那时候 他就跟周王说过 说只要把这个露台修造起来之后 他就能把天宫的神仙请下凡来 哎 陪着周王啊 喝几杯酒 周王啊 看完了露台之后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件事 寡人 那要能够得慧一番神仙 哎呀 那真是 红福七天啊 光说我红福七天不行啊 啊 这得有点实际的东西啊 所以 他找达基商量 与其可还记得吗 在修造这个露台之前 你答应过寡人呢 只要这个台修好了 就能把天宫的神仙请下凡来 与寡人一起痛饮几杯 我看这露台可够条件了 啊 虽然啊 什么摇池啊 仙公啊 寡人没看见过 但是咱们这座露台 半点也不赐于 那仙公和摇池 与其 你什么时候 把神仙给我请来呀 哎哟 这王这句话一说呀 当时 达基有点发傻 怎么了 一个是当初 他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万岁您造好这露台之后啊 我就能把天圣的神仙 给您请下来 是说过这样的话 今天周王要跟他兑现 那达基傻什么呀 他上哪儿请神仙去 哪个神仙 听他的呀 哎呀 那为什么达基当初 这么跟周王说 他跟周王说是有目的的 他要给他姊妹 玉石皮不经报仇 他想啊 找个借口 把江子牙给害死 哎 所以说要修这个露台 交给江子牙办 你就是真心实意的办 办好了 也得把他杀了 办坏了 也得把他杀了 这不过呀 就是一个杀江上的借口 这江子牙不跑了吗 这后来这个事呢 哎 就弄假成真了 非中游魂跟着一枪枪 就把这差事 交给重后虎了 那么现在露台造起来 周王啊 又找后帐来了 问起这什么时候 能把神心清理 打击这么一招极 是集中生智 毕竟他是狐狸精 那他狡猾 他立刻啊 满面春风 满脸笑容啊 来回答周王 万岁 臣妾我正在想这件事情 虽然说 露台已经造好了 我已经看过了 万岁您呢 也参观了一番 但是 您可要知道啊 万岁 咱们所请的 那是 九天神女啊 那都神心啊 那么有一点 纰漏也不行 那么那个窗户啊 这窗户啊 这颜色不对 恐怕神心都不满意 您看着是挺好啊 万岁 臣妾我 不满你说 我可呀 看见过这个天宫和姚池 哦 周王一听 当时一愣啊 玉琪 你 你参观过姚池和天宫 打击笑了 臣妾是在梦中 哦 啊 玉琪 真会说笑话 对对对 你参观过 你看过 好 呃 你这意思寡人明白了 你还想 再仔细 把这个露台呀 检查一番 看看 还有什么 修造 不到的地方 正式为此 那么你看 得几天 能查完了呢 呃 这个 多则十天 少则八日吧 哎呀呀 这王咧了嘴了 他抬起手来 拍了拍打击的肩头 那就得叫相见了 呵呵 预期啊 十多天 寡人怎么等得了 那这样行不行 三至五日如何 啊 臣妾遵旨 达姬这口气够大的呀 哦 给他十天期限 他就能把神信请来 你给他三月 他也请不来 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呀 他这是堂子呀 啊 先堂子一步是一步呗 他是糊弄赵王 等跟赵王说完话之后 他自己呀 猫的屋里 就转开了皱了 可把打击急坏了 怎么了 这怎么办呢 我上哪儿请神仙去 这神仙什么样 我也很少见呢 打击急的坐窝不安 滚娟觉得奇怪 那是他的好姊妹啊 那打击一动 是滚绝一静啊 哎 滚绝一瞧 娘娘 您又怎么了 好好的 您怎么又 又有点着急上火呀 这露台也修好了 这回您在露台上 就纵情歌唱吧 啊 那坐在上边 那什么地儿呢 这啊 我上去过一次 简直我腿都麻了 站那儿就不想下来 我没看见过 这么亮堂 这么漂亮的宫殿 皇上也高兴 您应该欢欢喜喜才对 怎么到犯愁了呢 哎呀 滚绝 你有所不知啊 打击说着 把滚绝拉到身边坐下 他刚要张口 跟他诉说诉说 自己这个为难之处 打击啊 猛的灵地一动 他按叫着自己 你是不是疯了 这话怎么能跟滚绝说呀 之所以我跟他啊 口口声声称姊妹 但是我也得留点分寸啊 不能把我的 整个的这个来历 想法 一举一动 以及要想达到什么目的 全告诉滚绝 那不麻烦了吗 万一他给我走楼出去 半点消息 那我这趟黄公院 不是白来了吗 打击啊 乐了 他告诉滚绝 这是我一个习惯动作 有时候啊 你看着我像着急忙慌 似的 在这屋里来回走几趟啊 是坐不稳 站不安 实际呀 我这是在练功呢 滚绝差点气乐了 心说这 这功法多少 我也懂了一点 有这么摆着忙练功的吗 哦 摆忙功 他不愿意说 滚绝也不想再问了 打击想了一天 最后啊 想出个主意来 什么主意 干脆今儿晚上啊 我到趟轩缘坟德 我跟志济经 我那个大姐商量商量 就这个主意 夜之三更 他把这王给大监睡了 自己啊 溜达出来 往房后这一站 站在那黑夹道里来回 晃得这么两趟 然后 刷 一跺脚 化作原形 这只大狐狸 一道清光 一道清光 那怎么回事 打击道也确实是不浅了 两千多年了 修得自己那个皮毛啊 都不断的 变换颜色 变色龙 都变不过他 他一年这个狐狸皮是黄的 一年是红的 一年是青的 一年是绿的 无晒狐狸反正是 他架着顿光 来到了轩缘坟 把志济经给吓了一跳 志济经正好 从轩缘坟里出来 想要练丹 这时候 半夜三更 正是练丹的好时候 他刚一出门 哟 小妹 你这是从哪来呀 哎哟 俩人这一见面就甭提多亲热了 达基啊 还掉俩眼泪呢 意思是好像他想念他的姊妹 两个人喇喇喳喳喳 又回到轩缘坟里来 九尾之计 上下打铃达基 小妹 你已经是人间的黄娘了 啊 赔王半价 贵为国母 你说这老百姓惨不惨吧 怎么弄这么个国母 这百姓得倒哪一辈子没去 老百姓不知道啊 不知道达基是狐狸精 九尾之计知道 这几句话呀 哎呦 说的达基心里酸溜溜的 听话听音啊 锣鼓听声 达基明白了 志计精啊 既羡慕他 也有点妒忌 你看看 把迷惑咒网 这美差啊 让这位女娲娘娘交给你了 你甭管是道行 你也甭管模样长相 变化人形 哪点我也不次于你呀 就是这么个意思 哎 达基叹了口气呀 达基您说的是哪里话来 小妹今天来 有事找您商量 志计精一听 什么事啊 我还正想要去找你呢 为什么找你 那么玉石琵琶被害 让江甲用火给焚化出来原形 这事就算完了 你一马二生的说 要给姊妹报仇 这仇也没报成 你看 你上我这来 你跟我问什么计啊 不是这档子事 那笔仇恨呢 我没把它忘掉 一直牢记于胸 而且我告诉你 大姐 不久 也就是说 再有个年半载的时间 我就让琵琶姐 来恢复她的原形 为了恢复她原形 我现在昼夜不停啊 来帮她呀 大姐你就没看出来 小妹我瘦成什么样了 每天晚上夜之三更到五更啊 在那万籁无声之时 我一直站在琵琶姐的旁边 我一口一口的吐气 小妹我把进宫之后吃的那些宫额才女 咱们说吧 所得的那些营养 我就都给了琵琶姐了 不久 她就要恢复原形了 这个事你不用担心 今天我来 不是为琵琶姊妹的事情 我来的目的是如此这般 她把她的为难和想法 都跟志继经说 哎呀 这几句话 可把志继经给拦住了 怎么回事呢 小妹啊 别的忙我能帮 这个忙 大姐我可帮不了你 怎么这么说呢 你不认识神仙 我也不认识 是得到的金仙 谁搭理咱们子们啊 你别忘了 咱们都是些什么呀 你是狐狸 我是志继 上哪去请神仙去 你看 正因为请不到 所以我这才找你来商量 您看这样行不行 大姐 就把咱们薛原坟里边的 这些子孙们 让他们能化作人形的 由您来带队 带着他们上露台去趟 另外我跟您说实话 大姐 自从小妹进宫以后 我想尽了人间的幸福与富贵 就在这同时 我无时不想念您和我这些子孙 我也想让您啊 和这些狐狸崽子们 都进到宫廷里边去呀 这个 见见世面 那么这次呢 我想让他们 变作仙人的模样 到这个宫里头 玩耍玩耍 见识见识 什么叫露台 让他们也开开眼界 让他们也尝尝 人间的美味佳祥啊 哎呀 大姐 你可不知道啊 那人类比咱们可进化多了 怪不得人说 人是万物之灵呢 好了好了 小妹别说了 我听明白了 你这可真是一条妙计